真的互动的那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把实体上课拿来 做一些重复性上课 反而是浪费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 将来是不是可以把影片先录制好 然后先对给他们 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真的做互动 学生可以发问问题 这样我觉得在学习成效上面 应该会有更加倍的这个效果 这个是我 然后最后把它稍微丢上去 然后把它排序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 那刚刚那个字幕转导的那一个部分 它有那个影片长度的限制吗 还是说不管影片多长 多少档案 个数多少 就一次全部会批次转 这个吗 对对对 它其实 目前我预购是还没有预购 就是影片长度 因为其实我影片长度 大概最多大概20几分 像大概有30几分钟 好像也都没发现过问题 所以我是没有特别知道说 它的限制长度 不过理论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目前看到是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只要是 当然好像还有更好的 未来是不是有在 让那个字幕辨识的效果更好 对更精准的 最后当然 因为让时间更方便 然后我也更方便 所以我有利用所谓的群组 当然学校有那个Model 我有时候Model 其实也有它不足的地方 或者说其他像推广部 没有Model 所以我就会用Google里面提供的叫群组 Groups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建立一大 其实目前我已经建了188个群组了 也就是每一个班我就建一个群组 然后呢如果你需要下课之后的影片的话 你就自己加进 因为我以前也担心过 说我不能强制别人加 如果你需要你再加 所以我常常上课就跟他们宣导说 如果你希望下课之后能够收到影片 然后回去再复习的话 你就加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需要 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吧 你就不要加 OK 没有关系 你可以自由弹性的 对对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不会有什么争议 不过大部分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都会加 因为我基本上 刚开始上课呢 当然这个群组有个好处 就是我每一次上课我都会先复习 也就是我会先把前一次上课先 再预告一下 比如说像上一次上课呢 我们讲了这些内容 1到5 那我会先讲一下 这一段你是不是学会了 这一段你是不是学会了 那你们想想看 我上一拜讲过的 如果你现在脑袋一片空白 请你回去再复习过 完成影片在这里 论坛位置在这里 底下有些说明 大概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他们呢 好处就是说 如果他们有加进来这个群组的话 他会自动转信到他们的信箱 也就是说呢 在他的Gmail里面 会收到这一封信 所以他下课之后 理论上我大概回去没有时间 那我就可能一边转档 一边上传 大概花了解晓的时候 就丢 他们就会收到这个东西了 那学生他的那个 Education的这个Google帐号 学校的是可以加到这个 不行 我记得好像那个学校的那个Education那个加好像曾经有学生发生过问题 那后续是不是说有解决我是不太知道 但是我知道很多学生好像加那个群组会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用个人的Gmail账号 对对对对对对的 个人的Gmail账号 对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免费嘛 而且就是Google的东西啦 那之前我也尝试过用自己架设网站 不过我发现太辛苦而且麻烦 然后又需要管理 所以最后就长这样了 另外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前一次上歌 他们到底有没有很认真 你可以看观看次数 其实你一看观看次数 你大概知道他们学生回去有没有认真 不同班级 真的用功程度不一样 然后影片下方也会有观看次数 那你会看到说哪一个影片是他们最不熟悉的 他们看的次数也会相对比较多 另外的话我一直强调说 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某一个影片的下方直接留言就好了 因为我就知道说你那个影片有问题 这样的话其实互动起来 我觉得也算是有效果 至少比起就是说以前的实体上课 会有一些比较是跳跃式的一些互动 那其他的话像剪辑后次其实我讲过就是说可能最不希望 但是难免会有需要 那我会用一些free的像这边有一个叫free的video的cutter and joiner 就是你可以剪好几段最后把它join在一起 也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去掉 然后再到Centasia Studio里面再去把它合并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OK 那这个当然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因为它这个软体很简单 你就拖拉进来之后 然后就把头在这里尾巴在这里设定好 然后就cut就出去了 它基本上不太会需要太多时间 不过目前好像用MP4档案会是最安全的 直接就进来 那join的也是一样 你剪几段之后你要把它全部join变一个档 那又把它汇进来 然后join它就合并在一起了 所以其实像现在剪跟那个其实花不了太多时间 那最后的话呢 我分享一下 我做这么多年之 这个大概从2006年到现在 一个广告分论的状况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这几年它好像越给越少 而且越来越严格 所以最早期 其实曾经收购的最多的金额大概是1000块美金 也就一个 不过这个可能是累积了两三个月之后 可能印象中平均大概早期 有收购大概三四百块美金一个月 三四百块美金一个月大概 大概多少钱 300块的话 9000多 对那其实也只有一笔了 OK 不过现在缩水很多 现在缩水到大概100多块 不过100多块一个月也不错 每个月都还可以有钱领 那多好 可以意外的收获 另外的话其实它收钱也蛮方便的 你可以大概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以前都要跑银行 然后什么西联汇款 现在越来越少 所以后来干脆索性就办了一个金城银行的户头 很简单 它只要寄通知到金城银行的线上面 直接把那个什么NTSN 就是那个一个编码贴上去 它钱就会进来了 其实还蛮方便的 OK 好 那 OK 那 OK 那再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问的 顺便看一下线上的好了 线上的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吴老师 这个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吴老师也是我们这一个 非常知名的一个影音部落 部落课这样子 也是现在应该算是网红等级了 然后以这个流量来讲 算是那个网红的等级这样 然后呢 就是今天就特别请吴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些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这个 我们实体课程的这一些 教室的这些 原本在实体教室里面 授课的这些内容 怎么样把它转成 一个 非同步的一个录影档 然后甚至可以放到YouTube上面 然后来做一个 让同学可以一个 课后的一个学习 好 那因为我跟吴老师 刚刚我们都是那个逻辑组的老师 在教通设 也是城市设计方面 那也许因为我们在教的 刚好是资讯应用方面 所以会比较 呃就是我们的同学 他们也习惯就是说去看这些 回放的这个东西 因为真的很多的一些操作 步骤也好啦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观念 真的要透过影片的回放 才能加深他们的这些记忆跟印象 但有一些比如说像 呃 博文课啦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艺术啊 有一些比较是叙述型的这个部分 可能私底教室的设备也没有那么办 那个那么 像我们这边是电脑教室这样子 但是呃 现在基本上的现代教室都有 至少有一台讲桌电脑 那个讲桌电脑是可以来装这些设备 所以理论上课程 那很多老师其实也大概都会把一些简报啊那些东西 弄成pop point来投放 所以只要以那个画面可以呈现的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录得起来 所以那个再透过这个 刚刚吴老师推荐这个webcam 这种收音的这个方式 其实马上就可以有那个 线上的这一个录影的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我们的这个 呃 伙伴的一个分享 我看一下他的问题 他说一堂课三小时的这个录影大约多大 大约多大 其实我看一下 其实我随身碟都 我看直接干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我的随身碟里面的录影好了 比如说 昨天晚上录影的像这一次好了 大概录下啦 因为我是调整成那个720 所以total的总数 大概就是大概400M 所以Kentasia我觉得他这一点 针对那个录影部分 其实做得相当的好 他不会说让人家感觉到 哇那个档案 而且我不是只有录声音跟这个主画面哦 还有把那个就是我自己的画面录进去 所以其实这样录下来的品质啊 然后大小其实算是相当良好的 刚刚我没有试过用像类似OBS啦 或者是其他软体哦 目前看起来这个档案大小应该是算还蛮小的 好那回去当然就是再把它转档成NP 所以其实哦 可能就是需要硬碟真的还是还蛮大 所以我家家里其实哦 其实我家里是有两个纳尺啦 而且我的那个硬碟哦 我已经不知道要放几颗了 大概都好几TB了 好没办法多少TB了 一直在买硬碟 OK 好那不晓得哦 那个线上或者是说这个现场的老师们哦 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哦 要要发问的 好那想问一下吴老师 那那个你不建议就是后来不太使用那个OBS 或者是Ocam的原因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差异你之前用过的体验 其实这两个软体我是知道啦 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说 它其实主要功能跟我现在用的软体 其实大致上差不多 那我刚刚有讲过啦 其实我最不熟悉就是说 那个那支笔 那么这一件初衣服 我这导致的眼前的 複手